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你醒啦 雪枝 你说三哥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 我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他对姑娘也没什么坏心眼就行 他对我倒是这意良多 对了 我昨日听邵安无意中说起 再过几日便是三公子的生辰 不过因为三公子不受待见 好像从来不过受呢 想想 三公子也挺可怜的 三哥的生辰 三公子在吗 来了 三公子 七妹找我有事情吗 回三公子的话 是我们姑娘想喝您酿的琵琶酒了 特让奴婢来请三公子送两坛到我们海棠院 好 我随后让邵安送过去 三公子 姑娘还让我传话 一定要让您亲自送过去 好 雪之告退 这七姑娘也真是的 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您后背的伤刚好 为了拿龙咸香明明三天的路 硬是要一天一夜跑回来 我 好好好 伤好差不多了啊 公子 你就惯着他吧 开口就要两坛酒 他是要大研宾客还是怎么着 况且今日还是公子的生辰 能容让寿星跑腿的道理 母亲就是这一日过失的 我一向是不轻生牛不是不知道 那我要干吗来着 拿酒 琴妹 奴婢驻三公子日月长明 松柏长青 绍兴终于来了 你可算来了 我都快饿晕了 三万少 既然又大了一岁 以后座人可要厚道一点啊 多谢诸位 只是我这 从来也不轻生 我们也不大肆地庆祝 就像往常一样 该吃吃该喝喝 你不用担心 你看 你正好带了我最爱喝的琵琶酒 咱们一块儿多喝几杯 这个 这个得配这个 这个菜 得配这个 这样才是最美味的 你搞个香料比我配药还惊喜啊 那当然了 不同的食材得配不同的香料 才能把它的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 美哥 三哥 我是第一次这么叫你 今天既然是你的生辰 那我就把我刚调配的蜜汁香料送给你 祝你胃口大开 吃什么都香 谢谢六妹 那个大外省 鉴于你上次请客不付钱的恶劣行径 我原本是不打算来的 所以呢 这寿命你就别想了 舅舅 上次之事是我不对 多有得罪 罢了罢了罢了 你这态度呢 倒也算诚恳 回头我送你我精心研制的商药 你出门在外 要是有个什么跌打损伤的 比那外面药铺的管用多了 谢谢舅舅 这一杯我先干为敬 等等等等 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得玩点什么 这是什么 行酒令 我们一人转一次勺子 等勺子停下来之后呢 转勺的人 可以向勺柄指向的人提一个问题 必须如实作答 若答不出来呢 喝一杯酒 若答上来了 提问的人喝一杯酒 如何 我觉得可以可以 你先示范一下呗 我示范一下 我示范一下 前几日我撞见你在水泄脱吃会羊肉了 如今腰围紧 这是你能问的问题吗 不问就不问 那你答不上来 喝酒 好吧 到我了吧 你 你来罗府都不读书 你家里人知道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嘛 行 我喝 我今天 非怪你办谈的酒不可 嗯 你走 那我带你了 耶 回来 我说 你这么多 三哥 可曾怨恨罗夫 曾经 那现在呢 你 不重要 不用转了 想问什么直接问 三哥可有所珍视的 老夫猜想当年尊府夫人生产之时 很可能服用了大量的催产之药 等找到古大娘子之时 谁知她已经有了身孕 秦妹妹 即使你不是罗府中人 也一样是我的秦妹妹 你喝多了吧 什么叫不是罗府中人 她是罗府七姑娘 但不是 秦妹妹的啤酒的饼馅 和罗府其他人都不一样 三哥说得对 三哥说得对 你这就不爽了 别在 别在这儿睡 我扶你回踏手 三哥 三哥 我知道 你该冒起险 也要完成心中所愿 心若磐石不可转移 不过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不可伤害自己 也不要伤害罗府的人 好 我答应你 那你以后心中的秘密 我都不会再过问了 我只希望三哥 可以在正途上 去完成自己心中所愿 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 亦能保护自己所珍视的人 好 我记住了 你们一个个的都在干吗 这都大半夜的了 怎么才能跟我禀报 姑娘不让我们待着 说是要给三公子贺寿 我也是担心 这都半夜了 也没个动静 就大着胆子过去看了一眼 还真是一凑凑一窝 你们两个去外面守着 别让人进来看见了 是 瑞香 去跟陈大娘子说 六姑娘和七姑娘闹得晚了 接在一块儿了 是 你们两个把她叫起来 好 六九爷 六九爷醒醒了啊 别动 六九爷 别动 我这脑袋后面怎么长个包啊 你打的 嗯 不是我 三晚上 你 我从不打人 也不是我 这大早上的就吃这些啊 要不要给你备上一桌 山珍海味人参鲍鱼 再配上六十年梨花白 默契 不用了不用了 吃这个就不疼了 我大姐真的是仙女下凡啊 细致如微 是吧 对对对对 我就说二婶人是府上最好的人了 连粥都比别的地方要香呢 我大姐的好还用你说啊 不仅温柔贤淑 而且还会算账管钱 别说临安了 放眼整个京城都找不到 第二个跟我大姐一样厉害的人 那是自然 母亲穿的带的 都是当下最实心的 做女儿的自然是比不上的 对吧 三哥 姿势极好的 你们也别哄我 这次是被我抓到把柄了 以后再不听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